中四开学后不久 来了几位刚从荣誉班毕业的代课老师 有一天 华文代课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继续用平常测验时的答题方式 会考时大概只有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能够及格 要升学 要考得好 恐怕很难 他也告诉我们一些读书方法和考试技巧 例如要针对问题的每个重点去详细的回答 我当时并不以为已 甚至不以为然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习惯就是照备课本里的答案 如果课本里没有答案 或者问题有些改变 就会不知所措 没有信心作答 有时候也会答非所问 例如课本里有答案 但不是问题的重点 却浪费很多时间照搬课本里的答案 也许我的记忆力比较强 相对其他人就比较占优势 几次测验后 我渐渐发觉被一些同学超越了 被一些常看武侠小说 文笔比较好的同学超越了 于是 我只好做出改变 简单的说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answer 即不靠被答案 针对问题去回答 扫除了这个心理障碍后 感觉就像被松绑 被解放了 测验 考试时可以自由发挥 重要的是答案要能自圆其说 渐渐的 读书 准备考试的方法也改变了 平常读书就像在收集 记忆写作文的素材 来应对考试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当然 不同的科目也要注意记忆不同的知识点 我原本对会考没有什么信心 但会考的成绩却令我大感意外 当时我读的是理科 所以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理科上 可是我的理科科目成绩却很糟糕 数学甚至还不及格 而知花很少时间和精力的文科科目却考得最好 甚至连一些与文科有相关的科目 如生物和化学也考得比较好 我虽然读的是理科 而且花最多时间和精力在理科的科目上 却无法靠理科成绩进高中 如果我当时转读文科 我高中的生涯将会是很轻松和愉快的 但是我父亲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 只能让我读到高中 如果要继续升学 只能靠自己 答案很清楚 最佳的选择就是继续选读理科 而且要选读数理 这样读公益学院就只需两年的时间 能够节省很多钱 也让我继续升学的机会大大的提高了 但是我的数学却不及格 F9 所以面对很多的困难 即使有学校愿意让我继续读数理 面对的问题还是像压力山大 压力 困难 像一座山那样大 运气比选择重要 而选择又比努力重要 选择对的读书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选择对的计义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选择对的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所以没有得选择 因此运气比选择更重要 努力也很重要 当运气来临时 要努力的去发现机会 要努力的去把握机会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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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